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7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蒙古国总统阿勒贝格道尔吉 李克强说 中盟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去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中方愿与盟方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 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真实传统友谊 充分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 推动两国关系去得新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盟互为重要发展机遇 双方应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理念 在符合市场规则和商业原则的基础上 加强合作 提升合作效率 扩大双方在能源 矿产资源等领域大项目合作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在口岸 公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 加强环保生态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俄勒贝格道尔吉表示 猛方把全面发展对华关系 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之一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愿与中方密切高层往来 开展各领域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人员往来 为猛中关系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字幕志愿者 杨沓越 basta充